2005年1月 巫师公安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 称在国道边的一处粪池内 发现一具女尸 警方赶到现场 打捞起一具手脚被绑的赤裸女尸 发现尸体的是一个阳关 现场附近被羊群踩踏破坏严重 只有一处车轮印 算是唯一有价值的线索 死者年龄在30岁左右 戏被人残害后抛尸粪坑 死者身份难以确认 同月12日 有一名衣衫蓝绿的女人走进派出所 报案称被人侵犯 据该女子讲 她下班回家拦了一辆出租车 司机是个年轻人 很是和善 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车子并没驶向该女子的家 而是强行拐到了野外 司机将其拉下车 进行了侵犯 后又将其抱回车上 并且车速极快 还试图安慰女子 接受她的这种行为 在一处弯道上 该女子趁车子减速 推门跳下了车 出租车司机想下车追赶 见女子拦住了过往车辆 她又回到了车上 逃走了 警方通过该女子的描述 进行了模拟画像 同时又对出租车做了调查 出租车登记在一名流姓女子名下 经其同时辨认 正是粪坑中的女尸 凶手在将其杀害后 又将出租车作为了作案工具 出租车的去处 就成了破案的关键线索 可惜的是 出租车已经被案犯焚烧 并抛弃在一处垃圾场 也没找到相关目击证人 在同月十四日 又有一名女子被抛尸马路上 被侵犯和车辆碾压过 同月二十五日 巫视警方又接到一起报案 在一处墓地发现一具赤裸女尸 被侵犯后杀死 经体内残留物对比 与之前的三起案件 系同一人所为 如此杀戮频繁的作案 让警方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杀手作案时沉着冷静 出手很辣 由此可推断出 一定有过往犯罪史 也有可能还有没被发现的案件 警方追查凶手的同时 查阅了大量卷宗 又找出了几起同类案件 可以证实是同一人所为 警方发出了全国通缉令 并悬赏二十万查找此人 在不久后 有一位骗区民警认出了此人 经调取资料 终于查清了此人身份 此人名叫李志鸿 生于巫视某县城 为社会闲散人员 警方通过大量摸牌 终于掌握了其行踪 在某幼儿园外将其抓获 而被捕时的李志鸿 脸上仍然挂着微笑 他到幼儿园的目的 是见他女朋友 李志鸿被抓后 身为幼儿园园长的女友 都不敢相信 这个整天笑眯眯的男友 会是连环杀人犯 在对李志鸿的审讯中 他交代了十年间 犯下的二十六起杀人案 李志鸿曾经也有自己的家庭 因为妻子嫌他没本事而离了婚 带着两个孩子生活 多年间先后结交了多位女友 他始终觉得生活乏味 没意思 直到他第一次作案 得到了快感 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在他交代的案件中 还包含一起曾震惊全国的公厕女尸案 李志鸿最终被依法判处了死刑 认识他的人 对他的评价都是为人和善 喜欢笑 却不知道伪善的外衣下 是一颗罪恶的灵魂 感谢观看